国军弟兄戴着手套 手里拿着铁制的耙子 先将被油污污染的沙子聚集在一块 接着将沙子铲进本机里 倒进一旁的尼龙袋 低着头蹲在沙滩上 徒手把沙子推进本机 相同的动作不断重复 仔细一看 原本白色的手套 因为沾染到黑色的油污 手掌的部分全部被染成黑色 大面积的黑色油污 完全黏在沙子上 怎么铲都铲不完 放眼望去 除了沙滩上一块块油污 海面上的船身四周 也飘满了黑色的浮游 因为货轮搁浅漏油 让沙滩受到油污严重污染 连环保署长也到场来视察 不只如此 金门的五江西口 竟然也出现了大批的垃圾 海面上一块块白色的物体 不断飘过来 远看像是一团团白色的泡沫 不过靠近一看 这些白色物体 竟然全部都是保力龙 有没有看过这么夸张的 没有 就生出来都没有看过这么夸张 平常这边的话是很干净吗 很干净啊 沿着湿地旁边的沙滩走过去 大大小小的保力龙 垃圾带还有树枝 宝特瓶布满整个海岸边 这些飘上岸的垃圾残骸 竟然还有从大陆飘过来的饲料带 美丽洁净的沙滩 现在却因为油污万泻和垃圾 被弄成了大花脸 垃圾可以被清掉 但油污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浩劫 又该由谁来负责 记者李居龙宋乔一 金门报道